第五章第六章是所謂的Examples Examples of Newtonian Mechanics 就是牛頓力學的例子 那牛頓力學的例子的話當然就是 一開始你就分析有沒有力平衡 然後再來如果不視力平衡的他就會運動 那你就可以找出他運動的軌跡 所以基本上你就只有學一個式子 就F等MA而已 所以從頭到尾你就學這個F等MA 那我們今天也是繼續把F等MA這個Example F等MA的Example然後繼續推導下去 不過第六章開始就這樣 就要進到F等MA你從前的想法就是 可能前面那些簡單的概念就是滑輪 加速度 滑輪是兩公斤的質量 然後最用力是10牛頓 加速度就等於 就一樣在這邊 10牛頓等於2公斤乘上5公尺每秒每秒 這就是你高中非常熟悉的一個計算 大部分都帶數字出來就結束了 那在這一章開始就要進到稍微困難一點的F等MA 那當然就是告訴你說 未來的這個後面章節都變了 就不再那麼簡單 就是帶進去就得到加速度 都必須要怎樣 都必須要類似有點解為分方程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解為分方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比較困難的Example 就是6.1大概還好 就是circular motion 然後上次也推導過 用R向量你可以推導出 它的加速度剛好在-R單位向量方向上 然後大小都可以算出來都沒有問題 那等數率很簡單 那但是6.2就這樣 就故意出一題 它是什麼 它是non-uniform的circular motion 它是一個不均勻的 uniform就是說固定的一個速率 所以它的那個速率是相同 那non-uniform的話就是說 它有時候快有時候慢 那non-uniform的這個circular motion 就是比較常看到 日常生活看到就是你 把一個物體系在一個繩子上 然後就開始轉這個物體對不對 然後這個物體就在這個 這個軸的Z軸 XZ軸或者YZ的XZ平面上面 就會開始轉動轉起來 OK 那轉起來之後呢 當然你可能需要一些這個邊界條件 那什麼樣的邊界條件呢 比如說 假設你真的要轉這個圓的話 你至少這個你從裡面學過嗎 至少在這個頂端的時候對不對 它要有一個速度對不對 就剛好跟那一體一模一樣 踢那個 踢石頭從那個半圓 半球上面踢下來一直這樣 所以你至少要在這一點的時候 要有一個速度對不對 那個速度 然後那個速度大小 剛好怎樣 剛好就是用掉了你的那個向心力 對不對 至少用掉你的向心力 然後你的向心力是多少 就是重力對不對 重力G 所以你有一個這個邊界條件 Foundary Condition 或者是Initial Condition 都可以 反正就是一個一個條件 有一個條件 那那個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那個頂端的速度是V0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半徑 半徑是椅子 假設的半徑固定是大 然後在這個vertical plane上面 做一個圓周運動 那這時候它的速度V0 那我們學過說 它的那個向心加速就是R分之V0的平方 這就是剛好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G 等於重力加速度G OK 所以這個是它的條件 就是說你的V0大概就是在頂端上面那個V0 這不一定是時間為0 在最頂端上面那個 它的速度是叫做根號RG 所以這是它的這個必要條件 就至少要大於這個速度 好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 就是說 反正這個example的這個題目是這樣講 假設 假設 a small sphere 假設有一個小的物體質量M 然後attached to the end of a core 就是在一個這個端點 那個線的端點上 然後那個長度是R 然後which rotat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就是Mg 就是那個重力加速度 然後呢 它怎樣 就是繞著 about a fixed point O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計算 算這個問題 那算這個問題的話 你知道是一個circular motion 那當然我們習慣上都要講 都還是要先定義出一個xy座標 xy coordinate 是座標 因為我們習慣在xy座標上 然後呢 找出什麼 找出極座標 polar coordinate 極座標 極座標 那找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講 就可以描述這個東西 f的ma 最後還是要從f的ma 算出什麼 算出它的速度 v of t 那當然這邊是繞圈圈 所以有可能 你可能算出來也不一定是v of t 你可能是一個 omega of t 一個omega of t 然後再乘上r就是v of t 所以這個是 就是互相有關係的 那當然 最後如果 我們今天只算到這裡 那如果你很有興趣做運算的話 你還可以繼續算 就是下一個你還可以算什麼 算這個位置隨時間變化 那當然這位置隨時間變化 這個用什麼 用角度 ceta of t 來算 那當然你R乘以ceta 還可以回到 你原本那個s s的那個 弧場的那個 坐標軸續 ok 好 所以第一步就要 放上 坐標 然後就開始 這個 繞圈圈 做運動 那看你習慣怎麼樣繞圈圈 還有怎麼樣定義坐標 那一般我們是 xy坐標就是 這個 就是一般的 xy gy 是z 所以我們一般是習慣 這個 y是x轉90度 所以我們在這個 這個坐標軸定義上 我們是這樣定義的 這個你怎麼定義都可以 所以我們往下是x 然後往上是y 然後再來就可以定義出它的那個 位置來 假設它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 ceta角 不過這樣定義可能會 比較不好 如果這樣定義的話 你大概會有一個地方會 所以你ceta增加 是往這個方向繞 所以你這個速度 它繞這個方向比較好 可以繞這裡 好 這樣繞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們在做微分的時候 我們會 通常會遇到說 這個ceta的微分 會有一個ceta方向 ceta方向是怎樣 是往ceta增加的方向 那大部分ceta微分的時候 就是速度的方向 那這樣定義 比較不會後面會跑出一個 證號符號的問題 那當然 沒關係 如果你已經熟悉的話 你就可以 這個忍耐 這個證號符號 把它放上去的不同 OK 所以這個 定義好ceta角 然後還有這個方向 運動方向之後呢 下一步就這樣 就可以分析力 這f等ma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 為什麼要從 從直角座標 carlicion coordinate 去轉成極座標 那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carlicion coordinate 的時候根本算不出來 糾結在一起算不出答案 那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 利用另外一個直角座標 叫極座標 然後呢 把它分為r方向 跟ceta方向來計算 最後就可以算得出來 那其實你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你就是一直在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算不出來 那算不出來 你只好換球座標 換柱狀座標 然後才可以解那些 那個 譬如說你到 將來學那個電磁學 遇到一大堆那種 座標 那因為它就是球對證 就一定要球座標 那球座標以後 就r、c、r、f 互相垂直 你就可以計算 那不然就算不出來 所以這邊一樣是 如果沒有 把它 弄成r方向跟ceta方向的話 然後利用這個 互相垂直的道理去計算的話 那就算不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 必須要 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那弄成r方向跟ceta方向之後 你就重新分析那個力的 對不對 重新把它分析一下 假設你的 這個 物體在這個位置上 對不對 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這時候它的夾角是ceta角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你說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重力是什麼 重力是這個mg 本來應該是往負的z方向 往這個下子 往下子 這是變成負的x方向 這個定義成x是往下 本來是 往這個 往下子 往x方向 OK 然後接下來呢 把它利用極坐標以後 把它分成兩個力 一個力是怎樣 是在r方向上 在r方向上就有一個力 就是mg cosceta 然後另外一個力呢 就是在ceta方向上 那ceta方向上的話 剛好怎樣 剛好是 這個 這邊就有正負化問題 所以如果你不熟悉 可能要確定一下 就是ceta增加的方向是正的 那ceta減少的方向 減少方向的話 就變成負的 所以ceta方向它是一個 負的 這個mg sinceta 好 負的 OK 那 定義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講 就可以寫出這兩個方向上的力了 那 在r方向上的話 r方向上 跟在ceta方向上 它的力就可以各自找出來 那在r方向上的話 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 它有一個張力對不對 有一個張力是 tension 然後這時候 你發現到說 張力是怎樣 是 一般就是往這邊拉的一個力量 tension 就是沿著r的方向 這個張力 然後呢 這時候它的這個 這個重力是 mg cosceta 那 除了張力說 克服這個重力之後呢 還要怎樣 還要提供 它有一個速度 然後這個速度 應該講 應該是往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假設往ceta增加的方向上 是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 往這個 這個正常的方向 這樣子就好算而已 那所以呢 你這個張力就要怎樣 就要變成是 提供給 這個 運動 mr分之 b平方 以外呢 還要怎樣 還要再加上 這個 重力 mg 然後 cosc ceta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當 ceta等於0度角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剛好怎樣 剛好它的 這個 張力是需要最大的 需要 提供給 在這個時候的速度 r分之v平方 再加上 這個物體的 重力 mg 所以這時候最大 那當ceta等於180度角 就是它 跑到上面的時候 這個角度是 180度角的時候 那這時候 它就變成 變成是 這個 相減 變成 m吋到r分之v平方 減掉mg 那我們剛剛的 那個initial condition 剛好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ceta等於 180度的時候 然後 然後呢 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 r方向 的作用力 就是 剛好這個 t等於什麼 等於0 我們就要求它 在 最高點的時候 它的那個張力 不需要 這個 繩子不需要 給張力 那就是說 它的那個速度 剛好就是 跟重力加速度有關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 這個 ceta方向 那ceta方向的話 我們會有 這個 f等於ma的問題 f 等於 ma的一個問題 那怎麼樣f等於ma呢 這時候就是 在ceta方向 它會有一個 作用力 那個作用力是誰呢 就是 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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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的話 我們說它是這樣 它是 負的mg sinc 那這負的mg sinc 就會這樣 就會讓你的 速度 ma f就是這個 找到了 負的mg sinc 然後最大問題在於方向問題 因為你ceta 定義在這裡的話 它增加是這個方向 往上增加 那增加的方向 剛好這個 重力所得到這個負的mg 這個mg sinc 是減少 是ceta減少的方向 那這時候變成有一個負號出來 所以f 這個量比較麻煩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等於ma 等於ma 你這個等號有時候 你也可以不寫了 反正就是一個一個對應 f我要找到 那ma要寫下來 ma就是什麼 就是m乘上 這個d平方 v 然後呢 dd平方 速度對 時間 微分為兩次 速度對時間 微分為兩次 不對 位置對誰 微分為次才對 速度對時間 時間維持就好 抱歉 位置對時間 微分為兩次 OK 所以這個加速度 加速度 很簡單 加速度可以 等於d平方sdt平方 s的話就是彎曲的運動 或者是等於db dt 這個是 這個 位置 或者是速度 對時間 變化量 OK 好 那找到f等ma 這個式之後 你看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 微分幫程式 接下來就要解 一階的微分幫程式 一階 那怎麼解呢 很簡單 就是 把這個速度 對時間 微分稍微改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現在這個速度 是什麼 是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 R乘上 Omega 對不對 Omega 跟Omega有關 然後再來 這個 Omega又怎樣 其實就是 角度 對 時間 的一個 變化量 所以你可以改一下 那改完之後 你就可以寫下 這個比較熟悉的微分幫程 就是 這個 一般就是 把微分寫在前面 所以順便是 mr mxr 然後這個 dc dt 然後再加上 這個 mg sin c 然後要 等於0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一階的微分方程式 然後 這個很簡單 你把這個m把它消掉 質量把它消掉 然後 這個 再來做一下 這個 一邊一國的計算 一階微分方程 然後有兩個變數 然後你就可以 做一邊一國的一個計算 OK dvdt應該在這邊 不對 dvdt在這邊會 d平方 dt平方還對 因為 這個 v是這個 然後 再對時間為分為一次的話 r 是常數 c 再為分為一次 會變成 對時間為分為兩次 OK 好 好 那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一變一國 一變一國 所以你還是一樣要移回去 所以變成什麼 變成是 大 乘上 d平方 c dt平方 然後 還是等於 負的g 還是把它移回去 負的g 然後乘上sine 再來 再來 遇到 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我們在後面一樣會 會 使用這個 這個 技巧 遇到 這個 二次微分 就是變數的二次微分 跟這個變數之間的微微方成 這變成二次微微方成 對不對 那二次微微方成的話 這沒辦法解 對不對 所以要做一個變化 要稍微把它變化一下 那怎麼樣變化 其實 概念上就是 乘上 它的一次微分項 很簡單 這個技巧上就是說 遇到一個二次微分項 跟這個原本的變數 遇到變數 與變數的二次微分項 同時存在的時候 那你沒辦法解 就把四次乘上 乘上一個 dx dt 那我們在後面 下一張也會用到這個技巧 OK 所以把它兩邊同時 乘以 那個 dθ 變成 r 乘上 d平方 θ dt平方 再乘上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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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於 負的g sinθ 然後乘上dθ dθ dθ OK 那在下一步 你就會看到 這個 它的一個有趣的變化 變化 變化 OK 怎麼樣變化 就是說 其實 這個 一般來講 如果是 dθ dθ 它的平方向 然後 繼續把它做一個微分的時候 那這就是圈入而已 就是你不會微分的時候 你就要 藉助於 你已經會的東西 所以 要對它微分的時候 這裡頭 沒辦法微分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ddd 然後這個θ 對時間變化 就是 ωmega ωmega平方 d下d就是 ωmega 那我要對它微分 我不會微分 對不對 那所有人都不會微分 不是 只有你不會微分 那 所有人都不會微分 它這樣 借助於圈入而已 圈入而已 就告訴你先對ωmega微分 對不對 變成兩倍的ωmega 然後 再來 再來變成什麼 ωmega再對時間微分 對不對 圈入而已 這一樣 這ωmega 變成兩倍的ωmega ωmega dcdt 然後再來 再來變成什麼 就變成d平方cdt平方 這只是一個 技巧 所以利用這個技巧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把 左邊整理整理一下 最後 左邊這個部分 可以整理成這個 把 成這樣什麼 成這樣 ddt 然後它是 二分之一倍的dcdt的平方 左邊就變成這樣 然後右邊還是什麼 它是負的gsin cd 然後dcdt ok 好啦 那 最後就找到 我們要的 這個解 解的方法 怎麼解 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函數的 變化量 對時間變化量 這是 這個角度對時間變化量 那我們可以講 可以把 兩邊的對時間變化量 同時拿掉 這個dtdt就拿掉 可以把它同時拿掉 好 它拿掉之後呢 就怎樣 就兩邊 在各自做一個積分 所以這邊變成 積分 然後 R 然後這邊變成變化量 誰的變化量 這個函數 二分之一 這個就是 角速度的平方 然後再來會等於什麼 負的g 常數 然後這邊是sin cd 變成 乘上 cd的一個變化量 所以說變成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結果 然後再來呢 你就要怎樣 你就要 去 這個 做積分 做積分 兩邊各自做一個積分 那積分的過程中 就是 你要 利用 什麼 因為在積分 來後 會有一個常數 正常應該是有 initial condition 固定的話 然後 final condition 這個 cd 跟cd 就是 dcd 之間就可以解出來 那 但是我們的 initial condition 沒有定在cd等於0 並不是定在cd等於0 所以就稍微麻煩一點 你可以 直接讓他cd等於 pi的時候下去算 所以一種算法就是這邊 假設他一開始是在pi 那pi的時候 他的這個 速度 這個時候 他的那個 速度是 我們剛剛算出來 是 根號gr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這個 他在頂端的時候 有一個 速度 v0等於 根號gr 那也就是告訴你說 他的 在上面的 這個 角速度 就等於什麼 就再除以r 根號 g of r 對不對 應該是吧 速度 在上面那個 那個點的速度 知道的話 在上面那個 那個點的 角速度 因為r乘上 omega0等於v0 你可以知道說 它上面那個點的 這個 角速度是多少 好 那角速度是多少的話 你就可以 帶進去 在pi的時候 它是等於根號 這個g of r 然後 然後 最後 你可以算出 它在sida的時候 它應該是多少 這個sida 這個dsida dt應該是多少 當然 變成它是function of sida 因為 右邊是 變數是sida 就是 看你的 兩個變數是誰啊 這兩個變數會有關係 你在做積分的時候 把這兩個變數 把它關聯起來 那 如果你 不習慣這樣算 也很簡單 反正 一次的積分 就會 跑出一個常數來 你就寫出一個常數 然後那個常數 再由什麼 再由 這個條件 再由它的sida 等於pi的時候 解出那個常數來 也可以 所以 either 是這樣算 或者 直接算 直接算 直接算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常數 那 直接算很簡單 就是 這邊是大R 然後這變化量 變化量 如果積分出來的話 就是大R 乘上 二分之一的 dsida dt 的平方 右邊 右邊的話就是 什麼東西 微分會等於 -sida 對不對 答案是 -sida 答案是cos 微分等於-sida sin 所以這邊就知道 它答案是 負的 負的變成正的 變成 g cos sida 然後 詞外還有什麼 還要再加上一個 常數 未決定常數 然後再來呢 再利用什麼 利用 它在 這個 這個 這個sida 等於 pi 的時候 然後這個 dsida dt會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dsida dt 等於 Omega0 等於 根號 g over r 這樣也可以解 把蛋去 這邊就變成 r 乘上 二分之一 倍的 然後平方以後 就是g 除以 大r 等於什麼 等於這邊是 g cos cida cos cos ti 是-1 然後再加上 c 所以你c也可以解出來 這個r 消掉 然後g 以過去變成 2分之3倍的g 所以這個 反正就是有一個 常數 那那個常數你可以 利用這個 起始條件來算 或者呢 或者利用這個 這個常數 最後由這個起始條件 代入去決定這個常數 這兩種方法都可以 所以最後你就找出來 另外它的這個 dc 或不是 dt 就基本上會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 這個東西再加上一個 2分之3g 這邊加2分之3倍的g 所以你就找到了什麼 找到了 這個 角速度 從這邊的結果 就是讓你找到的角速度 讓你 從微分方程裡面 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dc dct 其實就是 Omega Omega 那這個 dc 就是 把它換算一下 把它 這個 R移過去 然後 乘以 兩倍 R分之2倍的g 然後 然後 乘上 cos c s r分之2 g 移過去 cosc 然後再加上 2分之3 2分之3倍的g 然後 最後呢 再把它 開根號 2分之1 2分之2 所以你解出來 這個 角度 隨時間變化 但 這邊 並不是隨時間變化 這邊其實是 隨角 角速度 隨著 角度的變化 所以你在任何角度 它的角速度 通通都可以算出來 都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R分之2g 然後乘上 cosc 再加上 2分之3 然後再開根號 通通都可以算出來 那當然你在 這個 Omega 在剛好等於 π的時候 對不對 你剛好等於π的時候 就是 cos -1 變成2分之1 2分之1 2跟2消掉 所以這根號 g over r 就是你原本的 這個條件 那當這個 c 角 等於0度的時候 我想 你應該蠻熟的 cosc 0度 就1 變2分之5 對不對 然後22 下到這邊 根號 5倍的 g over r 就是你從前算過 對不對 你之前算過最頂端 跟 最底端 的 角速度大小 就是 或者速度大小 速度大小 在乘上r 而已嘛 最頂端就是 應該是等於 根號gr 對不對 然後最底端 這個bottom 這等於什麼 應該是根號5g 對不對 這是不是有算過 對不對 在高中都有算過 對不對 好 沒錯吧 那我們只是幫你 把每個位置都算出來 它的 角速度 在每個位置 全部通通都決定出來 你把你角度帶進去 那個位置角速度出來 然後角速度出來後 它的速度就出來 所以每一點的速度都出來 這個整個圓上面 所有點 你知道角度帶進去 現在整個圓 在上面 在上面這個速度是 根號gr 對不對 然後它的 那個角速度是 根號gr 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一點 你也會 下面這一點就是 根號5gr 它的角速度就是 根號5g 除以r 那中間呢 就這個式子 每一個位置 同樣都知道 角度多少 帶進去 我的速度多少 然後角速度多少 全部都算出來 那怎麼算 就是f等ma 這麼簡單 f等ma 在這裡就很困難 你看 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我會幫人試 一開始怎樣 先找出 力的方向 然後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利用極坐標 不用極坐標 沒有人算得出來 不是 不是 那個你我算不出來 是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算得出來 你用什麼x跟y去算 就算不出來 所以這邊就是 告訴你說未來 未來很多時候 你需要怎樣 利用其他的直角坐標 其他指導說 它可以把你的這個問題 把它分到另外一個方向上 然後就可以解 那你現在在xyz座標上 就不能解 所以這就是第一步讓你看到 你要進到極坐標 或者這就是柱狀坐標 或者進到球坐標 去解決問題 不然的話就解不出來 那進到這個極坐標以後怎樣 就是你分析一下 在這方向的力當然就是 不會有加速度 那這方向的力就會這樣 就會讓它產生加速度 讓速度變快或變慢 那你就分析一下 這是什麼 這個負的 因為 cR增加方向是正的方向 你要先定義好 正的方向的話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f等ma就是負的方向 好 定義好這個之後 然後呢就開始算了 算說它的 從f等ma 可以算出這個 速度 隨 有時候是速度隨時間變化 有時候速度隨位置變化 像這邊就只能算出速度隨位置變化 好 ok 那當然你可以再下一步 就是 你還可以算出這個 因為這omega omega 又是什麼 又是 又是這個 dcDt 對不對 dcDt 你又可以算出 角度隨時間變化 是可以算的 只是 積分又比較困難 你看 你這個dcDt 就這邊是cita 然後cita把它移過來 dc就做積分 dt移過去 最後 左邊就是cita 右邊就是t 所以可以找出cita of t 這真的可以解得出來 解析節可以解出來 第一個 shock 這個f等ma 開始可以講 可以讓你解不出來 有一堆微分方程 然後 你需要一堆技巧 然後開始 這個做這個積分 微分方程積分的一些計算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教你微分方程 為什麼要教你 微分跟積分 就是 這個 進一步要解決物理問題 你必須要用到了 ok